心灵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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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现代的人有新名字 所以我也用了这么一个名字 其实心灵环保 在塞加牧尼佛开始 就已经老早在做了 这是所以精神层面的 所以心理层面的 又是从于思想层面 一种环保的工作 一般的人都知道 从环境上 就是我们物质的环境 生活的环境上面 来提倡环保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也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精神 不能够如实的话 这个环保做出来 都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今天怎样做 明天会那样做 今天要做 明天不一定要做 这是可能是因为 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原因 你含的环保 跟武汉的环保不一样 他主张的环保 跟我主张的环保不一样 今天以我的利益 所以我要提倡 什么样的环保 到明天 因为跟我利益冲突了的时候 我就不含这句口号了 所以心灵的环保是最重要的 那究竟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生命的投注 这个叫做心灵的环保 因此在 释迦牟尼佛开始 就要告诉我们了 所以心随进转 进随心转 心呢 跟环境呢 彼此互动 如果自己的心理鉴定 心理健康 而自己的本身的观念正确 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 带动社会的风气 相反的 自己的心理脆弱 自己的意志薄弱 自己的观念模糊 自己的精神呢 不振作 那一定会受到 环境的影响啊 而子鸡受到影响 环境怎么动 他自己怎么动 子鸡像一个墙头的草 东风推西风倒 子鸡没有一定的主张 所以 如果心随进转的话 这个人是烦恼不及的人 为子鸡制造困扰 也会啊 为 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啊 带来麻烦 那甚至于 带来灾难 如果 他自己的心灵呢 是非常清楚的 有正确的观念的 有正确的意志的 不变的 坚定的 信念的 那没问题 他这个人 一定是啊 正直不二 一定是啊 坚定到底 一定是啊 遇到什么困难 但他都不会啊 在困难前面 跪下来求饶 一定是啊 逮着不饶 所以是我们 正需要这样子的人 我们的社会 才能够清明 因此呢 我这几年呢 借用了这么一个心灵环保的名词啊 来提倡啊 人应该从观念 才精神 才心心上面 要建立起来 要纠正过来 我们一定要有啊 对于这个社会的危机感 对于我们社会里面大众的 有一种啊 关怀的心 那对于我们这一个 整体的环境呢 要有一种啊 存词相依 的感觉 否则的话 做不起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 坏 我们自己是他里面的一份子 那 他坏了 我也坏 过去有人说 这时候自家门前鞋 不管他人的往上霜 有人说 推死人过界 不管人家发生什么事 我没有关系 也有人说 各岸关火 反正是 还有一条河 没关系 社会是他的 其实 岸那边有火 虽然烧不到我们这儿 可是呢 有影响啊 这个整个的大环境 我们是在这里边的 就好像是说 同一个池里边的鱼 同一条船上的人 人 那船吃火了 船沉掉了 你看一看怎么样 我们直接在船上 如果在同一个池塘里边 放一个炸弹 你看看 那边有个炸弹 我这个地方虽然没炸到 会不会受影响 所以要有这种感受 这种观念出现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对于我们的环境 会关怀 会照顾 会啊 用心 否则的话 我们一定是啊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一定是啊 这是图眼前的利益啊 而不关未来 这关自己啊 而不关他人 那去掉自私心呢 很简单啊 去掉 这位自私不为他人的心呢 自我中心的心呢 少一些 自私的心少一些 那就好了 心灵环保就能做起来了 还有 我们的自私心 就能够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也是为自己带来困扰啊 带来烦恼啊 所以心灵环保是心理清净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 心理不清净 那就是时时刻刻会为自己带来麻烦 为他人带来困扰 堪得无厌 自关自己不关他人 自关目前不关未来 自关旧部不关全体 这个多需要纠正 我们要从全体看 要往未来看 要往大处看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社会的风气就会好了 感谢观看